今天由知秋为您带来 3月2号的环球军情榜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颗星的新闻 近日 土耳其国防部 发布了一组宣传照片 其中一名女兵头盔上的 特殊设备引起了关注 这款设备外形怪异 有8个像麦克风一样的传感器 事实上 这是一种 单兵便携式狙击手探测装置 能够通过枪声 对狙击手隐蔽地点 进行测距和定位 准确率超过85% 号称枪响及定位 继续来关注两颗星的新闻 据韩媒报道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日前宣布 韩国新研制的LAH轻型武装直升机 已在加拿大通过低温测试 该机在平均零下32摄氏度状态下 完成约40次飞行 165个项目的极限测试 已验证在低温环境下的运行能力 吞析人士认为 此次通过低温测试 表明韩国的直升机制造能力 有一定的提升 未来 该机将与韩国 现有的AH-64E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形成高低搭配 进一步增强韩军的空中打击能力 继续来关注三颗星的新闻 据央视网消息 针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有关同盟国之间 共享和运用美国核武器言论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3月1号表示 坚持无核三原则 是日本政府的方针 不允许在日本领土 设置美国核武器 据悉 无核三原则是指 不拥有 不制造 不运进核武器 继续来关注四颗星的新闻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很有可能 以寻求军事现代化为由 向国会提出总额 创新高的国防预算 预计数值在 7700亿到7800亿美元之间 有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政府和军方 有其他防务需求 五角大楼将在此基础上 要求国会追加预算 这意味着 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总额 最高可能会突破8000亿美元 最后来关注五颗星的新闻 俄罗斯国防部长 绍伊古3月1号表示 俄军将继续执行 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直至完成既定目标 他表示 俄军不会占领乌克兰领土 正在采取一切措施 保障民众生命与安全 相关打击只针对军事设施 并通过高精度武器完成 他称 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保护俄罗斯 免受西方国家制造的军事威胁 他们试图利用乌克兰人民 来对付俄罗斯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军情报